哈喽大家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收看本期大众国家,来观察一把皮帽奶的勘探员,绝合勘探,这方面的话,勘探昆虫仙之家佣兵,打的是破轮 破轮,这套阵容,呃,能打,这个,但这个阵容打破轮的话,那就更多的是看个人操作呢,特别第一个点,来,皮帽奶,加油 好吧,祝你好运 嗯,第一波狗住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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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其实他这边的话,刚才我觉得这边推墙也不错 嗯,走位还是蛮细腻的,走位还是蛮细腻的,嗯,这个点的话,一下,我觉得还在里面会更好一点啊 这个点反而,因为这个板子口呢,就怎么说呢,就是破轮打的也多了,破轮打的也多了 就反而是里面这些,呃,看似好像不能牵制的点,实则他其实有更多的一个走位的选择 因为当时你选择去那个板子口的话,大家可以看他就,那板子口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的一个选择太固定了,左右左右左右,对吧,你下了板子破轮也是可以破板的 而在这里面的话,你有很多的一个选择了,你可以背靠各种墙体,各种,嗯,嗯,好的,啊,那这边的话,所有说的也是牵制了一分多钟了 呃,这边终于是滚到了第二下,整个滚刺的一个时间的话,我觉得穷者这边会更加有利一点啊 因为现在还有只鸟,这只鸟如果能扛一刀 对于这个看待员来讲的话,我这边对吧,还能再给你玩一会儿,把这闪现一逼,看待员巨三关任务完成了 然后就看后面的二六了,夹住了,夹住的话会闪现嘛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单一看到就是破轮如果夹子丢得准,你可以看待员,我们从他的视野当中可以看到了 就是他还在往前走呢,这个夹子已经到他脚下了,这种感觉从地下伸出来的是一个地雷一样 躲不掉,躲不掉,没什么办法,不过整体上面来看,可以看到外面已经三台机了,这个牵制的话已经够了,足够了 这样的一个没有窗口的点,那就是为什么刚刚我讲的,就是刚才那个点呢,其实开,不过刚刚那个点如果说你真的是推墙推出一个窗口的破轮有可能就不抓你 那我觉得开待员还是希望破轮去抓他的,为什么呢,他有磁铁,他的一个牵制能力要比昆虫和仙芝要来的强一点 这边温兵先走,想追双脑面的成功,镜头给到开待员,来一块磁铁先封住,这波要求不高把闪现逼出来 这波要求不高把闪现逼出来,破轮的话其实我觉得这边要不起形态一滚一下戏谑被关带走了,他这边想要真的要击倒的话要交闪的 他这闪现逼出来以后破轮基本上就没有赢面了,他只有保平的面了,你现在可以切插眼了,其实现在可以切插眼了,我们看一下中场的机子 两个人在抢,外面的话昆虫一台不干扰到,呃,佣兵再来救一波人,佣兵再来救一波人 这里直接切了一个传送嘛,我觉得切插眼会更好一点 这局要翻盘,要把这先知给秒了才行 好像还真有可能 但是开弹也走了,那开弹也先拉开,两个人补状态,状态补完,这边的话 把先知挂进地下室慢慢守,但昆虫这边的话他可以救一波人的,这里还要来搞一手 先把中场的机子抢了,对,先把中场的机子抢了,昆虫这台机子可能都压好了,对,已经压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待会儿开弹员这边状态不好,以后跟佣兵过来一起打一波架 昆虫可能还有博命的,对,昆虫有博命的,这边是可以去捞地压式的,整个局面来讲的话对破轮非常不利 还是前期啊,就破轮这个角色真是太看第一波的一个追击节奏了,戏削 远昆虫保自己,用兵下去捞人了,用兵下去捞人了 破轮,这里不能深追啊,深追的话那边人捞下来了,看那边那边重启台机子 那没办法,已经捞下来的话回不了头了 假作,好,一刀,然后起轮形态,找到先知戏削悲观,但机子好像好了,机子好像好了 这边以备不时之虚,以备不时之虚,吸血,悲观,好,好的,这佣兵也是一道美 这样的话昆虫可能要交个,哎,机子点亮了,直接点亮,直接点亮,昆虫这里有个博命,用不了,佣兵的话跟一手在这边给你压力 开大约这边直接点门,嗯,直接点亮的话,感觉好像也还行,但这先知是个上挂飞 我觉得昆虫这边的话,配合救人不是特别好,因为破轮他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移速的嘛 他这边的话可以直接起轮形态,可以直接起轮形态了我觉得,起轮形态先早先知,吸血悲观带走,然后传送 嗯,这时间点传送门好像能开,要不然传送再留一留吧,我还是觉得当时破轮就是7X也会更好一点 门开了,传送,哎,传这边没有人,那结束了,那结束了,三跑 嗯,这把的话,皮帽奶的一个走位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打出了一个老勘探,老勘探该有的操作,改了是个北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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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